3分钟学会 你学会了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龙老师 今天呢 要用3分钟的时间来告诉大家 不要再说打电动没前途了 各位 2022年杭州亚运 电竞将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那最近呢 因为奥运 就是如火如火的展开啦 我自己看的都非常热血 尤其是我们现在拿下两面金牌 感谢郭信纯 然后还有林阳二人组拿下了两面金牌 那这一次的成绩呢 可说是史上最好的一个成绩 希望继续再接再厉拿下更多的奖牌 为国争光 而且自己也可以拿到丰厚的奖金 未来呢 在为我们的运动做出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那未来的电竞也很有可能会列入奥运哦 但是不管如何 2022年的杭州亚运已经确定列入电竞项目 未来 真厉真厉害出国比赛 拿冠军 六金牌 公赢 赌等奶 电竞 就是成为为国争光的一个正式项目 我们先讲一下 2018年呢 其实在亚加达的亚运其实就有电竞了 可是当时候它是属于示范赛 在2022年杭州亚运将成为正式赛 那有哪些游戏呢 传说对决 这老师本人也有在玩 最近呢 才发文嘛 各位 罗文老师传说对决 拿到了新药了 登登登 是不是 这是疫情当中的一个 一个意外的收获了 因为疫情当中很多课都停掉了 没钱赚在家里面 家里面干嘛 就是打电动 打电动经过 不眠不休的努力之后 现在终于打到新药了 这打了应该两三百场应该有 还有英雄联盟 LOL 各位这流行了不知道多久 现在要变成正式的项目 部落冲突 炉石战绩 还有新海争霸2 等等 都将成为杭州亚运的正式竞赛项目 电竞你不要以为他打电动有什么 他需要非常非常高的专注力 手眼协调临场反应 那不是开玩笑 那还要有战略能力 观念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说不要再打电动啊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啦 多去读书啦干嘛的 未来的电竞将会成为跟我们运动项目一样 非常非常好的 哎呦 我说实在的 你真的预防老年痴呆症 不知道他说什么打麻将吗 最近疫情大家没办法去打麻将 哎明星餐缺衣也可以拿出来玩 对不对 那这个真的可以让你动脑动脑 再动脑 让你避免那个提早老年痴呆症 你要知道这个器官呢 我们的那个四肢呢 是越用他越厉害 千万不要都不用 用尽废退 你用你一直用他就进 他就进步 你不用他就废掉了 然后呢 我们金牌呢也是非常非常丰厚的奖金 拿下亚运金牌 三百万奖金 这三百万各位 银牌150万奖金 就连铜牌都有90万的奖金 虽然不像奥运金牌 两千万那么多 不过呢 如果在亚运 那个运作个几届 发现效果成效不错 说不定未来 可以列入奥运的正式项目 那就真的是 两千万奖金 这个不得了 那两千万之外 其实最好是月领十二万 领到死 因为电竞选手都很年轻啊 是几二十岁二十出头岁 你如果领十二万五领到死 哇天呐 真的这辈子都不用发愁了 那这个也带给大家一些新的观念 因为我觉得传统的时代 大家就觉得说打电动打电动啊 不好啊浪费时间啊 那是你过去时代的观念 现在打电动是可以让你功成名就 名利双收哦 今天的三分学会 你学会了吗 拜拜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罗文好公民频道 已经开启加入会员功能了哦 只要加入会员 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会员专属影片 那如何加入呢 只要点击影片下方 订阅按钮旁边的加入会员功能 就会看到许多的专属会员的功能介绍哦 制作影片非常不容易 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